小朋友 其实是我之前种的蒜苗一点都长不出来了 它的土壤里面甚至形成了自己的生态 我准备给它进行一次大换学 趁现在没人我们去后院偷点土 哈喽今天是3月28号 意大利封国后的第17天 我现在所处的是我家楼下的街区 这边离市中心大概有半个小时的公交车程 这个是我家的后院 必须用了钥匙才能打开 我经常来后院做的一件事就是倒垃圾 可以看到这边有很多垃圾桶 然后都是分门别类放好的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偷的土 我们先把这个旧的蒜给拔出来 我的天都已经不离生根了都 这么长的根 这蒜可真能长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么无聊把它们洗出来 送一张土 为什么用土呢 因为直接用水种蒜苗的话可能会臭 每天得换水 用土的话可能就省事一点 就是往上面浇点水就可以了 一下又得到了 为什么要种蒜苗呢 因为蒜苗之后可以当葱花一样 撒在各种菜上面 特别好吃 这次种少一点就种9个 种多了浪费 这样的话就可以长出苗了 过几天就可以长出苗了 我去浇点水 等待它过几天的成长吧 欢乐时光总是那么短暂 今天的务农栏目就到这里 下期再见 Peace 下期再见